蔣經國的日記開始開放 公開越南 那內容其實有很多精彩的部分 其實包括提到剛剛所謂的 林洋港 李登輝之爭 林洋港在任何職務 都早於李登輝一步 那實際上在蔣經國的日記裡面 他提到林洋港都寫得很難聽 寫到好大喜功 什麼好民善變 如果是聽他講過 蔣經國會突然去這些人的家裡 那他去李登輝家裡 曾文會非常樸素 他是非常滿意 然後林洋港他們家是兩兄弟 當了十三年的 他弟弟也當縣長 就是說他在日記裡面 其實他對林洋港的評價 非常非常低 但是他怎麼寫李登輝呢 在獨裁時代 這個權力來自於強人的營業之間 那他怎麼看是不是人才 當然一定會有他的主觀 或者所謂的恩威難測 但是他對李登輝確實印象非常好 他特別提到李登輝有科學知識 這四個字喔 在蔣經國日記裡面 他評價人好或不好 他提到很多次 他認為這個人沒有科學知識 他就不喜歡 但他提到李登輝他特別寫 這個人有科學知識 然後他很喜歡跟李登輝聊天 這個在蔣經國日記裡面 你就給他看 你會發現他是灰色人生 他日記裡面寫的 真的是都是很 國事家事都是很大的壓力 風雨飄搖的年代 然後他家庭事他也很煩惱 他的子女他也認為非常不長進 但是他跟你他自己寫的喔 他寫他的子女是廢物 他用廢物兩個字 然後他跟李登輝好到什麼程度 他特別提到有一次 他去找李登輝 去他的故鄉 在三支鄉跟李登輝吃飯 那李登輝就排在三支的一間古廟 吃什麼菜蔣經國都寫 然後他寫香糖勝歡 他覺得很愉快 蔣經國日記裡面 他是幾乎沒有玩樂的 他很少寫說他心情很快樂 那還有一次呢 蔣經國說他心情很不好 所以他都找了當時的 應該是總統委秘書長 沈昌煥跟李登輝 他們找他們兩個就坐船出去玩 看那個地方東局西局 應該是金門馬祖 不是繞一圈他就去兩天 他用寫在船上彈得很快樂 這是蔣經國在他日記裡面 很少寫到他有愉快的時候 然後後來李登輝不是當副總統 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八年 這五年間 李登輝有留下一本筆記 他每見蔣經國一次 他都寫 見了一百五十六次 政府總統那麼經常見面聊天 所以可見 國民黨後來當然 大家跟李登輝就不好了 就經常說是意外接班 你從這些注視馬跡 看起來蔣經國是非常欣賞李登輝 其實他們也有很相似的背景 他們年輕時候都是左派的那種理想青人 有傳言李登輝有沒有加入台共 但是蔣經國是 就是這個傳言 就是這個傳言 用人頭做法 然後他被警總約台了一個禮拜 蔣經國是標準 爐腳抱怨的共產黨員 所以他們都熟讀 馬克思那一塊 但是李登輝 李登輝在一九 他在一九七二年 他就接了政務委員 到一九八八年蔣經國 去世上接班 其實他在國民黨的權力 核心裡面 他已經摸了十六年 他應該非常瞭解 國民黨的公平鬥爭那一套 他並不是傻傻一張白紙 但是他確實非常有權謀 那那個那個年代 所謂的主流非主流之爭 我們提到二月政政 真的就是一線之間 不過李登輝退職做到幾個 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可以一般人性上做不到的 那你可以做到 我都認為這個是最不容易的 所謂人性問題就是 對你權力對你的吸引力 榮華富貴等等這些事情 李登輝當他搞定了 國民黨內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承接一個獨裁政黨 他接著黨主席接著總統 這個改革開放 他可以緩一點慢一點 但是他立刻就廢止 廢止都能看亂 總統改為直選 臺灣的民主化確實 是從他那個時候開始 那當然國民黨內有老一派的 當然對李登輝就很不符 所以後來造成了所有恩恩怨怨 但是不容否認 臺灣的民主化確實從李登輝時代開始 他願意放開那個權力 否則以他已經把國民黨搞定了 他可以不必那麼早就開放 放下他的權力 還有第二個他可以抵抗人心誘惡的是 當他當了一任總統 他的聲望超高 國民黨內已經沒有任何挑戰勢力 連民進黨都服氣他 他的民間的支持度非常高 如果以所謂的民選可以連任 他其實可以再選一次 當時他旁邊有很多人鼓動他再選一次 那李登輝他拒絕 不過今天提到了這個所謂的黑金政治 其實國民黨黑金政治 不是從李登輝時代才有 你說引用黑道 那蔣介石是主師爺 所以我們講黑金是屬於地方派 所以我覺得歷史功過都有 蔣介石是把杜月城當你夜狐 歷史功過都有 不過說真的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李登輝對臺灣最大的貢獻 第一個如果他把權力交出來 他開始推動民主改革 廢族動員勘亂 廢族萬年國代 然後總統直選 他提出了所謂的臺灣人的悲哀 兩國論臺灣本土意思 其實讓我們那一代年輕人 我那時候在大學時候講說 咦 我們是臺灣人的 過去這種論述是不敢 不能公開提的 那只要在讀書位裡面才能偷偷討論 或者看一些所謂的黨外的雜誌 是李登輝先提出來 我是覺得這點其實對於當時的 國民黨是很重要一塊 李登輝不是為了民進黨 或為了誰來提 他要把國民黨在定位好 你如果在臺灣要繼續發展 你這個政黨一定要跟本土 在落地生根要結合 所以我覺得讓臺灣意思開始萌芽 開始可以 開始可以討論 這個也是李登輝的一個貢獻 我覺得李登輝做了幾個 都有克服他人性上 也就是說人性上的一個誘惑 其實剛剛巧琴有提到馬英九那一塊 所謂李登輝被逼 辭到黨主席就是兩千年 兩千年 從李登輝後來的談話 還有他寫的書 他沒有怪過馬英九 他是跟連戰的時候 所以也造成他後來跟連戰 終生不來往 這個是我們看到 但是李登輝畢竟在國民黨內掌權十三年 好像十三年多 國民黨很難跳脫這一塊歷史 也很尷尬 也很為難 所以很多人就直接跳過李登輝 所以國民黨的黨慶還是什麼 現在到底還沒有李登輝 因為李登輝被拆除了 畢竟他已經是其他黨的主席輩 所以你們就沒有他的照片 他沒有當過台南黨主席輩 他沒有當過主席輩 他是精神理秀而已 我舉個例子 李登輝我剛有提到 他把他跟蔣經國每次寫的東西 他都寄下來 一百五十幾十六 五十六次 然後他說他那幾年 他等於是經國學校畢業 他其實兩個到現在還很 國民黨很代表性 一個是馬英九 一個是宋楚 他們兩個在蔣經國時代 其實是就是國民黨栽培的下一代 就是他英文秘書 離權力核心還遠得很 蔣經國從來沒有提拔過這兩個 提拔過馬英九跟宋楚 宋楚瑜的其實是李登輝 蔣經國從來沒有提拔過這兩個 提拔過馬英九跟宋楚瑜的 其實是李登輝 但他們這兩個人 不敢提李登輝了 他們也直接跳收 都經國學校畢業 所以就李登輝在國民黨內 當然是跟民進黨比較 國民黨更是有複雜的感受 不過李登輝有一點是無可否認 臺灣大概很少有國際化的政治領袖 就在國際上不認可 像李登輝一去世 在修世界各國都對臺 都對臺灣表達愛道之意 AIT也這樣辦起來 日本包括日本這些都發表 臺灣很少有政治領袖 可以達到這樣國際上認可 認可一個地位 所以李登輝畢竟他在歷史上 確實對臺灣有非常重要影響的一個掌握